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人都要喝水 早上要喝水 中午要喝水 晚上要喝水 渴了要喝水 不渴还是可以喝水 冷了要喝热水 热了要喝冷水 春天要喝水 夏天要喝水 这是电视剧《还珠格格》中 小燕子做的饮水师 是我在刷小视频刷到的 挺有意思的 虽然是剧中角色的细说 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水对人体的重要性 中医认为水能滋阴 而热水中有温序中吐阳气的作用 可促进血液循环 以及人体消化吸收 而西医则讲究开水可消毒杀菌 对人体有益 所以中国人一直有喝热水的习惯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烧水工具很多 而电热水壶是非常常见的 且很是便捷 对我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热水壶 便有了一种传言 即长期喝电热水烧的水 对人体有害 还会致癌 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也跟我这样说过 真的是这样吗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下面就让我带你来详细地了解一下 电热水壶烧水会吸出重金属 会致癌 电热水壶烧开的水会重金属超标 这一说法已经流传很久了 之前也有朋友跟我说过 他跟我解释其中原因 说是因为电热水壶的材质中 含有钳、蒙和镍等元素 都属于重金属元素 会影响人体神经系统 导致神经系统障碍 引发癌症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严谨 这一情况的发生基本 是因为使用了劣质的电热水壶 正常使用的电热水壶 并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部分杂牌价格过于低廉的电热水壶 很可能是采用回收的劣质不锈钢 基本是高蒙钢 一般用于工业上 属于非食用品级的高蒙钢 长期用这种材质制作的电热水壶烧水喝 确实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但是市面上多数的电热水壶 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青岛劳山疾控中心 曾经针对长期用电热水壶烧水 会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这一话题做过实验 疾控中心工作人员 在市场上购买了14个 不同品牌 不同价位 不同材质的电热水壶 同时还随机抽取了 30户居民使用的电热水壶 一起参与烧水检测 最后通过检测发现 用这些电热水壶烧水 无论煮沸前煮沸后 还是煮沸后放置12小时 水中铁镍等金属元素 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也就是说市面上多数电热水壶 是合格的 只要是合格的饮用水 市面上多数的电热水壶 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既然市面上的电热水壶烧水 很难会吸出重金属 那电热水壶将水多次反复地烧开 会致癌吗? 电热水壶将水反复烧开 会致癌吗? 关于这一说法的由来 则是认为将水反复烧开 水中的铁、亚硝酸盐等 不易挥发的物质含量 会随着水的反复烧开而升高 而长期摄入亚硝酸盐 会和胃酸反应形成亚硝胺 容易致癌 对于这一说法 我想说的是过滤了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水中的亚硝酸盐 并非是水壶带来的 可能是水中本身就有的 这是因为空气中的氮气 溶解在自来水里 在烧水的过程中 氮气与水中的洋磷子结合而产生的 但是这个含量是极低的 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 而且反复烧开的水 水中亚硝酸盐的含量 反而会下降 水经过反复烧开 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 反而会下降 这是因为水在烧开的过程中 呈现高温状态 水中含氧量极低 水中的亚硝酸盐离子 通常呈现还原状态 亚硝酸盐离子 就会被还原成硝酸盐离子 从而使亚硝酸盐的含量下降 以桶装纯净水为例 就算反复烧开200次 每升桶装水中 也仅有3到4微克的亚硝酸 如果说要达到中毒的剂量 则需要饮用至少20吨的千滚水 所以根本无需担心 否则我们现实生活中 也就别吃火锅 煲汤了 那岂不是少了很多乐趣 长期用电热水壶烧水 会产生大量水垢 导致结石 关于这一说法 众说纷纭 很多人认为 电热水壶烧水 会产生大量的水垢 而长期饮用这种水壶烧的水 会使水垢中的矿物质 沉淀在身体内 形成结石 对身体产生危害 事实上 水垢本身是无害的 与结石压根没有因果关系 水垢的主要成分 是碳酸钙和氢氧化酶 水中含有钙酶离子 和碳酸氢根离子等 而两者可以结合 形成碳酸氢钙和碳酸氢鎂 而碳酸氢化物很不稳定 在高温状态下 两者分别会转化成碳酸钙 和氢氧化鎂 这两种物质不溶于水 就会形成水垢 而水垢的形成 与水质有关 其中的钙酶离子属于矿物质 也是人体需要的 而人体内的结石 主要是草酸结石 尿酸结石 属于病理性的 与水垢并无关系 当我们在喝水时 就算将水垢喝进肚子里 也压根儿无需顾虑 因为胃酸就会把这部分水垢 分解成钙酶离子 被人体吸收 而钙酶元素 也是人体所必须的微量元素 不过 中国有句话叫过犹不及 万事万物并非绝对 水垢虽然无害 但是水垢会不断滋生细菌 终归是不太卫生 所以 我们最好还是要定期清理 湖内的水垢 用这六招 水垢迅速溶解 电水壶因为长期拿来烧水 因此 在水壶的底部 就会积攒下一层厚厚的水垢 如果长时间不去清洗 这些水垢通过烧水 就会进入我们的身体中 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一定的危害 另外 当电水壶出现水垢的时候 它的加热速度也会随之变慢 这样就会耗费更多的电量了 想要快速去除水垢 我这儿有小妙招 只要用这六样东西即可 1.白醋 白醋是家里面常备的调味品 不过它的作用可不仅仅是能够用来调味的 白醋 白醋因为是酸性的 自然是带有较强的腐蚀性 我们用它来清洗水垢 能够得到很好的效果 另外 白醋还具有杀菌消毒的功能 能够保证烧水时的健康 我们用白醋来去除水垢时 只要在水里面对上一些 之后按照平常的方式进行烧开即可 这样水垢就会在里面慢慢溶解脱落了 2.小苏打 既然说到了白醋 就不能不提小苏打了 小苏打是家里面常备的清洁好东西 它因为是呈强碱性的物质 因此在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与水壶里面的水垢发生反应 之后就能够起到清洁的作用 使用小苏打除垢方法和白醋类似 就是在水中把小苏打溶解开来 之后放进电水壶中去烧开就行了 简单 效果还很好 3.土豆 上面的两种清洁方法 对水垢较厚的电水壶效果非常好 但是如果家里的水壶水够较薄 我们就可以采用土豆清洁法了 土豆我们知道内部是含有充足淀粉的 在清洁水垢的时候能够有效地将其脱落 我们把土豆切成薄片 然后放入电水壶中加水煮开 这样土豆里面的淀粉就会慢慢和水垢进行反应 起到清洁作用了 4.茶叶 喝剩下的茶叶也可以充分利用来清除电水壶中的水垢 方法是将茶叶渣和热水一并倒入电水壶中 晃动几次之后放置半小时 之后水垢自然会脱落下来 原理是利用茶碱去水垢 5.煮鸡蛋壳除垢法 用水壶煮两次鸡蛋壳 然后再用清水将水壶清洗干净 也能将水垢除去 6.红薯 红薯除水垢的方法应该很少人知道 这个方法非常好 可以一劳永逸 新买的不锈钢垫水壶用这个方法最好 将水壶内放半水壶以上的红薯 之后加满水 将红薯煮熟 以后再用水壶烧水就不会容易长水垢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 煮完红薯之后内必不要擦洗 不然会失去除垢的作用 如果是已经积了水垢的旧垫水壶 用红薯除水垢咬一两次之后 水垢才会逐渐脱落 之后也能防止水垢再积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